如果你有翻译举落 那你会如何解读电影里的独特语言呢 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第14期全新片单以 如果我有翻译举落为主题 邀请乡亲当解梦者 解读电影剧本背后的玄外之音 在明天花莲第一台行动电影车 花铁号将搭配石雕艺术剂市集活动 一起在文化局你来广场亮相 宣告将寻应偏向校园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艺馆 花莲铁道电影院 第14期全新片单以 如果我有翻译举落为主题 说明电影里的独特语言 可能是种象征或符号 而观众扮演解梦者 却下翻译举落 解构电影剧本背后的弦外之音 这期超过30场应演系列活动 包含野望、自然影展 香港记忆专题和南方影展等 要邀请乡亲来观影 这一次呢我们在10月份呢 是我们这一次的专题是 如果我有翻译举落 那这期我们有香港的 记忆专题影展 然后也有野望影展 也有南方影展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锁定 我们花莲铁道电影院 来看这几个影展 那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在10月7号的晚上 有邀请到黄敬辉 就是夺命经的编剧 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 剧作家的评论者 就是吴诗峰 他们会来对谈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么多香港电影 那香港电影的脉络是什么呢 那我们透过这两个人 来互相来对谈跟了解 更了解来香港电影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5号 跟10月29号 这两天我们邀请到林雨晨编剧 那他是鬼扯的编剧 那他会来这边为我们带两天的 改编剧本的工作方 然后在9月30呢 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来花莲铁道电影 因为看电影的话基本上主要都只有在花莲市 受风向或吉安的观众比较多 可是花莲地服是相当想场的 所以花莲县文化局就有筹备了一台车叫做花铁号 花莲铁道行动电影车 那在9月30号的话会首度亮相 那亮相的地点就在花莲县文化局的你来广场 那我们会搭配石铁艺术记的活动 在当天的下午2点钟会放映 风额踢他踩这部电影 那现场呢还会提供免费的爆米花 还有披萨给各位观众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你来广场 看这一台车的首度亮相 另外花莲文化局第一台行动电影车花铁号 也将在中秋廉假的周六首次亮相 并办理户外电影放映 选应导演侯孝贤的爱情清洗剧 风额踢他踩 现场也将限量供应披萨 爆米花等点心 陪民众一起度过欢乐中秋 同时申告花铁号将于10月 陆续展开偏乡哨园巡回放映 记者长方言黄女士报导